嗨,大家好,我是Rose,是金霞 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台湾的净空法师 这个净空法师呢,可以说是弘扬佛法 这个飞升海内外 就是他在什么新加坡,是吧 这个澳洲,然后台湾,香港等 这个很多啊,这个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啊 都是这个信众啊,这个非常多 而且这老法师呢,还很与时俱进 就是借助呢,这个网络啊,这个新媒体啊 然后呢,弘扬佛法 信众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他呢 因为他这个缘绩了,96岁啊 这个缘绩了 大家到网上一搜的话 一搜净空的话,你就能搜到很多 关于呢,这个对他的这个 这个缘绩的这种 有祝福啊,有这个悲伤啊,有这个感念啊,等等 那我为什么要聊聊他呢 他呢,很有意思,这个人 他呢,是1949年 当时他是22岁啊,他是1927年出生的 22岁的时候呢,他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啊 那然后呢,好像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啊 他就是这个啊,就是 嗯,入了这个佛门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跟随很多啊 这个台湾的国学大师啊 佛学大师啊,去学习 那后来呢,他成为了这个佛学大师 那么他的这个佛学理念呢,是怎样的呢 是个杂柔的啊 嗯,他呢,就把如是道 柔和在了一起 啊,所以他讲佛呢 啊,里边呢 还会讲弟子归 还会讲这个 这个道家的这个太上感应篇 啊,然后呢 他还会讲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末世论啊 嗯,就是他还柔了一点啊 这个,嗯 啊,世俗流传的基督教的东西 哎呀,所以他很受欢迎啊 特别受一些什么样的人欢迎呢 就是,嗯,一些这个演艺界的明星们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熟知的 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主角之一 啊,演林黛玉的陈小旭 啊,陈小旭就是呢 嗯,在净空法师 的这个门下 哎,对 啊,那么 陈小旭和他的丈夫都出家了啊 就是呢,然后把这个 呃,亿万家财呢 全部捐献出去啊 然后呢,就是败在这个 《纪空法师》的门下 还有呢,就是 那个那个周润发 啊,周润发呢 就是说捐出自己全部的身家 是吧,也是这个 啊,在这个《纪空法师》的啊 这个开示之下 哎呀,这个《纪空法师》很有钱呢 啊,哎,那么他就专吃这个啊 这个,这些 这个 演艺界的名流啊 什么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啊 啊,然后这个《纪空法师》呢 他的这个歪理邪说特别多 啊,真的是歪理邪说啊 啊,他说过 他说呢,这个 爱因斯坦呢,在地狱里 在什么地狱里呢 在原子弹地狱 他就有一个原子弹地狱啊 他说这个 这个爱因斯坦呢 这个创造了原子弹 啊,然后呢 导致了啊 这个,那么多人死亡 是吧 哎,所以爱因斯坦如果要曾经学过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 他就不会发表那个了 他就不会现在呢 还在原子弹地狱里受苦了 哈哈 我这妈都说不下去了啊 嗯,这里边这个 是啊,这个 哈哈 硬伤太多了啊 首先呢,原子弹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 是吧 再其次呢 中国传统文化能救爱因斯坦脱离地狱之苦 哎,他完全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啊 没有知识啊 的人啊 他特别能够吸引呢 这个不喜欢真正去读书 读经典 读原典啊 然后去思考 那不是说 追捧弟子归的人 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 论语啊 从来 或者说从来没有读懂过论语 哈哈 啊 弟子归呢 那是明清的时候呢 是是干嘛的 甚至是专门去教训那些不识字的啊 这个走足贩夫啊 让他们啊 这是学会啊 应该怎样 这个 这个日常的一些礼仪啊 那是扫盲读本啊 可是现在被很多所谓国学大师奉为这个这个国学经典啊 回头我们可以专门说说弟子归有多么垃圾啊 啊 我们还接着说这个净空 这个净空呢 还说过什么呢 他说呀 这个极乐世界里啊 只有男人 没有女人 哎呀 我这是搞不懂 那你说陈小旭他们为什么啊 还有扮演妙语的那个啊 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这个追随这个净空大师 你都去不了极乐世界呀 啊 然后他还说过啊 说 有病了 是吧 不要去看病 啊 有病不要去看病啊 这个有病就是你 你有业障啊 然后你有罪 是吧 然后你 你这个 你肯定如果是女士啊 你肯定剁过胎 他就给你这样讲 你肯定剁过胎 啊 或者呢 你肯定 这个 你你这个 你没剁过胎 是吧 那你吃过鱼吗 啊 你吃过猪肉吗 吃过你不是 你杀过生 是吧 你没杀过生 你一直吃素 是吧 你是不是 跟别人吵架呀 是吧 或者你生过气吗 生气就是杀生 是吧 或者说 遇到不公正 你是不是 跟人打过官司啊 是吧 你是不是动过这样子 你不能跟人打官司 跟人打官司 你就离开佛太远 然后呢 这个总有一招 能给你对得上吧 是吧 总有一招 能给你对得上吧 说实话 陈小迅 我们都知道 陈小迅是得那个乳腺癌去使的 其实乳腺癌的这个治愈力呢 是非常高的 而且可以说就是 不能说完全治愈 就是手术之后啊 去治 然后呢 就是这个坚持啊 这个吃药啊 是吧 调节 再加上调节 这些情治锻炼啊 是可以呢 是可以呢 就是存活期 存活时间是很长的 是吧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就是多么多么多么致命的这个癌症啊 他不是那么可怕的癌症 但陈小迅 得乳腺癌 为什么陈小迅呢 42岁就死了呀 是吧 因为陈小迅 就是听这个静空师傅的话呀 不治病 他的家人 就是给他把医生啊 就找来了 他他拒绝治疗 然后他丈夫跟他一起 都都都出家了啊 他丈夫也不治病 也不鼓励他治病 也不劝说他治病 也不支持他治病 反倒支持他不治病 哎呀 当时那个这个扮演林奈 扮演这个王兴凤的邓杰啊 就是说我 我真想把他绑到医院去 那你绑不了啊 他不去啊 他不肯呀 啊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静空是怎么给陈小迅洗脑的呢 啊 他就是说啊 他说呀 这个陈小迅啊 他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妙针啊 说他不相信 不听话了 就是有人当陈小迅后来死了嘛 就问静空嘛 说你你不是说 这个佛法呢 就是能治病嘛 是吧 就是就能健康嘛 是吧 那他为什么他 他那么虔诚 是吧 啊 把家财都捐出去了 然后呢 常年吃素 他怎么没好呢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静空说呀 他不相信 不听话了 啊 我跟他讲的时候啊 就啊 啊 他就点头 可是啊 他一转过门的时候呢 他就老想着 哎呀 我这个病还能不能好啊 他全想负面的 那他不想正面的 他不能跟我配合啊 我要求他做到的就是四个 第一个信心坚定 第二个忏悔啊 第三个感恩 第四个愿力要发作 哎 这四个都不到位 这个没法子啊 没有人能帮他的忙啊 小旭呀 不像我这样发心啊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这老头太坏了 真的太坏了 他 他只要说你 你没这 你没好 是吧 你你病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你什么 就是你自己 你心里老是想我能不能好 废话 你只要心里想着念佛的呢 我病要好了 我病要好了 你不就是在担心你不能好吗 所以说你永远这种心里啊 你这种心里暗示的都逃不脱的 然后你只要没有变好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你老想负面的 那就是你 你信心不坚定 你不够 你忏悔的还不够足 是吧 你感恩心还不够 是吧 你的愿力没有发足 问题是 净空他自己是看医生的 他自己是看医生的啊 他呢 这个定期检查身体啊 然后呢 这个 看了医生 还要给医生讲佛法 医生还要感谢他 可是他不让别人去看病啊 不要看病 这佛法就可以治万病 他也不让人家去打官司 他说打了官司呢 你就是 你就伤害佛法了 这种啊 真的啊 真的太无耻了啊 然后呢 他还有 最可耻的言论啊 他曾经说过啊 他说江泽民是活菩萨 菩萨转世啊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说呢 他说这个习近平也是活菩萨啊 是这个大菩萨 菩萨在世啊 然后呢 说这个我看了这个习主席的 这个初访的啊 这个啊 这个一些视频 一些讲话 哎呀 我非常有大喜乐呀 啊 这个是吗 这个当 想当年呢 中国啊 是成为盛世 是一小片 是吧 说现在中国要成为盛世啊 那就是中国就要统领全世界啊 然后中国要在全世界带这个头成为全世界的领头羊啊 领头人 这个带头人就是习总习总习总习记啊 就是习主席啊 哎呀 他说习主席啊 是这个一心啊 为了全国啊 人民啊 为了全全世界啊 然后不想自己啊 然后不为了自己 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 哎呀 然后他说这个太喜乐了啊 这个菩萨啊 这是菩萨 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这个习主席啊 这种菩萨心肠啊 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看到了全世界的希望要进入到盛世 可耻吧 是吧 哎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知道的清清楚楚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呢 这个大陆啊 在2011年就把他打为这个邪教了 啊 然后呢 就是你在这个 那个国内你查一下 净空法是应该是被限制的 所以国内一般要提到他呢 都是要什么 这个上净下空 要要这个隐晦一下 或者说那个大师父 嗯 所以说 哎 他一直被这个大陆封杀嘛 是吧 所以他就想着呢 他得他得他得呢 就是派最高领导人的马屁啊 说江泽民是活菩萨 是吧 习近平是活菩萨 可惜还是没给他解封啊 这种啊 你说啊 就是靠啊 这个愚弄人的心智敛财 他付的流油啊 太太有钱了 然后陈小旭的父亲 还跟他就是关于这个陈小旭的遗产 就是呢 说你陈小旭捐了钱 是要做慈善的 是要做 开也是打算要有一个基金会 啊 为什么就是你 你掌握了他所有的钱 但是你却没有 呃 履行这个诺言 没有给 没有成立这个基金会 哎 一堆一地鸡毛啊 现在他死了 啊 这个就用佛 佛门的话说 他缘济了 是吧 啊 所以我就念叨念叨啊 这个呢 有人说 施老师 不是那个基督教 也让人生了病 不要看病 就祷告就行了吗 那你所了解的基督教 谁要是 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要跟你说 生了病 不要看病 祷告就行了 是吧 那你就离他有多远啊 让他滚多远啊 任何的宗教也好啊 这个信仰也好 如果说是反制的 让你啊 不要读书啊 不要学啊 不要学文化 不要学知识 不要思考啊 回避现实啊 比如说有的 有的这个教会国内的啊 说为这个习主席祷告 是吧 啊 然后呢 让习主席服寿安康 是吧 然后带领我们中国人民啊 走向这个 这个 呃 这个中国梦啊 带领中国啊 这个繁荣富强 那这样的教会 你就不要再去了 是吧 啊 那有人说 那是不是要 要要咒诅他 下十八层地狱啊 是吧 不是 你要祷告 是吧 祷告什么 祷告他早日认罪悔改 早日认识神 如果一个教会 敢这样说啊 祷告 让这个 这个国家啊 这个CCP啊 能够早日认罪悔改 能够认识神啊 这样的教会是可信的 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可信的 那 但是如果说啊 一个一个佛教徒啊 或者是一个基督徒告诉你 有病不要吃药 有病不要看医生 啊 然后告诉你呢 只要念佛经就行了啊 只要看圣经就行了 是吧 哎 不要学科学文化知识 是吧 哎 不要认太多的字 不要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都让他们滚远点 啊 都让他们滚远点 哈哈 啊 就是所有让你反制的 都是居心不良的 因为你只要反制了 你就不独立思考了 然后你就好控制了 然后他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了 啊 连你要知道啊 连上帝啊 耶和华上帝都不让人反制的 都是整全的给人去 自由意志的 甚至给了人 你可以去对上帝说不 悖逆上帝 质疑上帝 的自由选择 可是有些 邪教是吧 却告诉你 是吧 啊 不要思考啊 不要学习啊 不要呢 去这个 呃 开发你的大脑 是吧 啊 这样的 让他有多远 滚多远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你注意说的是开端 不是说有 只要敬畏耶和华就万事大吉了 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了 啊 你什么都不要去学了 no 啊 你必须要自己努力学习 你必须要自己好好的工作 生活 所以读圣经千万不可以断章取义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读圣经 啊 我们一起从创世纪开始读好吗 嗯 打开播放列表 找到创世纪开始吧 嗯 不要让那些反制的家伙骗了你 不要让你的大脑成为这些别有用心的反制的家伙的跑马场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我们下咖啡座业